江南鑫委員不在 徐永明委員 徐永明委員 徐永明委員不在 我們接下來請張立善委員 主席 我們請秘書長 檢秘書長 張委員 秘書長 你是幾年次的 36 36 36 也就是1947 是嗎 228事件發生了那一年 所以呢我想中華民國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 那我們都歷經過台灣最辛苦的 最痛苦的時候 所以呢今天談到轉型正義 本人覺得非常遺憾 台灣在現在全世界 已經公認台灣是一個 非常自由民主的國家 非常自由民主的國家 而且是全亞洲之冠 全世界大家都公認 可是走到今天 台灣曾經 台灣曾經避露藍綠 那時候是誰打拚的 誰努力的 誰來這裡開疆壁土 建立今天這麼自由民主的台灣 要說起來 要說起來 尊過水沒分 走過 我才就要等到 所以真的非常遺憾 我們看到全世界 在講轉型正義 那是有他的時代背景 今天時空已經錯亂了 東西德 東西德 他的轉型正義是什麼 東西德在共同打破 這個柏林圍牆的同時 是要放下 放下仇恨 放下對立 就是因為東西德的人 東西德的人 希望共同 能夠有一個 和平共處的一條路 所以人家放下了仇恨 所以今天 你看看 德國變成工業重鎮 這是時代背景 要越走越進步 甚至 我們的南非曼德拉總統 他是一個種族歧視受害者 但是呢 他也放下 所以他今天 能夠得到 諾貝爾革評獎 但是不曉得 現在 到底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整個社會都病了 經過 去年的 縣市長選舉 包括今年的 總統立委選舉 民眾 用自由民主的方式 他們有所期待 希望新的政府 所謂的轉型正義 應該用在哪裡 是讓台灣真正能夠走出去 讓國際看得見台灣 而不是內鬥 而不是拿著整個國家的機器 來做政黨 鬥爭的工具 所以呢 我今天看到 所謂促進轉型正義的 所有的條例當中 剛剛很多委員講了 九人小組 九人小組 要有比例分配 政黨分配 會分給國民黨嗎 這令人質疑啦 那再來呢 所謂的轉型正義啊 美其名 秘書長 你看到 這要行政院下面設的 促轉會 促進轉型委員會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意義是什麼 秘書長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要將來要做調查 規劃調查 統合所有的 轉型正義的所有的事務 設的這個促轉會啊 設的這個促轉會啊 說要統籌規劃 開放政治檔案 說要清除威權象徵 及保存不義遺址 說要平復司法不法 還原歷史真相 並促進社會和解 以及 處理不當黨產 最嚴重的 就是外加的 其他轉型正義的事項 秘書長 不當跟不法 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吧 那民進黨已經要全面執政了 我們有司法單位 有立法單位 我們要全力分立 要全力分責 我們有調查 有監督啊 但是你看到 在這個所謂轉型正義的這個 喔 條例草案當中啊 有設立 有設立 監督這個 促轉會的 這監督機構嗎 有沒有配套措施呢 有沒有 有沒有專責的機構 甚至還令人感到 不解 疑惑的 民主進步黨 越走越倒退 倒退越 我們已經走過戒嚴時期 二二八時期 白色恐怖時期 我們還要走回頭路嗎 我們還要走回頭路嗎 以前警總 警備總部啊 動不動啊 不分青紅皂白 就可以去抓人呢 對不對 對 難道現在 民進黨要全部執政 他認為啊 現在這些常設的機關 都沒有辦法公平公開公正 來處理 甚至還愛手愛腳 所以他必須啊 要設一個非常設機構 那這個非常設機構 說老實話啦 這行政黨鬥爭之史啦 三四年就選一次呢 這個非常設機構啊 動不動就拿一條出來講 餘木混珠 讓民眾不解 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你認為 座談會公聽會 就可以真正把 事實的真相講清楚嗎 因為今天啊 我們秘書長剛剛有講 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啦 要不然呢 以所有啊 每一次啊 無論是任何委員會 一定都會有行政院版本 我還真想啊 民主長辛苦一點啦 是不是520之前啊 弄出一本行政院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呢 跟未來的新政府 行政院的版本 會不會有互相抵觸 那我們就知道啦 是不是因為政黨操作 就變成啊 所謂轉型正義啊 欸如果不小心啊 就會變成不公不義耶 我希望民進黨